我们今天学习 特别是教出学 因为在过去 杂根的教育 确实 是家庭 特别是父母 负责教出来的 母亲确实是一个人生 第一人的老师 这个人的基础 与母亲关系最大 五伦里头讲 夫妇有别 夫妇 集合建立一个家庭 家庭里面年装大死 一个是家庭生计 家庭生活的问题 一个是传宗接代 连着比较呢 传宗接代 比经济更重要 然后你再晓得 古人对父女的尊重 她是我们家庭 传宗接代的人 你能请慢她吗 不可以 所以对父母要尊重 对这个妇女要尊重 她传宗接代的人 她能够把小孩叫 家里出身险呢 这还得了啊 周朝开过 三个神员 王王 武王周公 母亲叫出来的 谁成为三太啊 这三个妇女 名字都有个太子 太将 太任 太死 那 祖孙三太 都会叫 都能把儿女叫成新鲜 这是中国 五轮里头 夫妇有别 最好的典型 在故事后 都以三太为榜样 所以男子称自己 妻子为太太 太太就从这来的 就从三太来的 这是名利 夫妇 结婚之后 就要跟三太去 学不容易 你把儿女叫成圣人 换一句话说 你自己必须修成圣人 你儿女才是圣人 你自己是贤人 你儿女也是贤人 自己是什么样子 你的后代就是什么样子 人生大事 无故于此 这个事比什么都大 现在人不知道了 社会上没有这种人 你没见过 也没有人讲 你也没听过 这个社会怎么乱的 地球上 为什么有这么多财品 有原因 不是没有原因 这个原因 你要真正明白了 你才晓得 妇女要负大半的责任 做妈妈要负大半的责任 妈妈没做好 不但你家回掉了 你带给社会大灾难 带给地球的灾难 妈妈这个救赦都重要 我们现在有些 有这么好的缘分 遇到了 遇到大臣佛法 遇到神仙教会 对这桩事情 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 要从我做起 那圣行 佛菩萨的心 没有别的 就是希望 帮助一切众生 离苦的路 这个愿望 怎么落实 那先要知道 哭落从哪来的 哭从你来的 落从雾来的 那要离哭得落 就得破灭开雾 用什么样的手段 来做破灭开雾的工作 就是教学 教学先正极 然后才能化人 古今中外 真正称得上 神仙 大教育家 都是走一条路 神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